而在疫情过后台湾的商业形态发生了变化 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的统计梦幻职业排行 网红就占据了男女受访者的前三名 自媒体当道也带动个人的工作室需求大增 有别于过去高大上百坪的办公室 现在越来越多微型商办 贫售缩小到20到40坪 诉求小资金也能够买商办 尤其专家看好台中七期将是微型商办的 一起战区 听得到声音吗 有听得到声音吗 好难忘那时候 直播主米丽雅固定晚间开直播 一上线百名粉丝瞬间涌入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听说没了我 你忘记了照顾自己 三十多岁的数位歌姬米丽雅 从普通科技业上班族转换跑道 不只参加直播平台比赛 夺下冠军获得法片机会 限制更转为歌唱型直播主 薪水翻了好几倍 根据求职网一份 对社会新鲜人进行的梦幻职业排行榜调查 网红这个职业在男女占比中 都占据了前三名 你会发现现在目前查理这些电视都不再看了 她的生活主要是什么YouTube、IG、Facebook、直播、游戏 我们不要说这个现象好或者不好 但是这就是现在目前的现实的动态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市场直播的部分来讲 差不多一年大概是一亿美金 就是算30亿吧台币左右 那每年增长了差不多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左右 直播市场年年增长 连光学公司进居美妆保养品市场 都自带直播团队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BTV Girls 我是依妮 我是Tia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非常多可爱的马卡龙色系 完整的直播间 打光、绿幕、一应俱全 介绍自家最新的产品 电子业出身的董事长 郭明栋跨足美妆榜品 其中行销的网红摄影师全靠自己养 以这个直播的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业务行销的一环 我们也投入自己的色影的设备 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直播间 那甚至董事长他们也都会 亲力亲为跟他们来讨论 就是说这中间大概怎么样子的 一个表现方法才能够展现 我们最好的产品的一个诉求 好 我们先手放胸前 好 放了之后呢 手打开然后脚抬起来 每天练舞之外 专属网红还得在平台直播 现在的直播世界不再是单纯才艺歌唱 更可以开箱带货介绍产品 因为直播室零距离的接触 观众就是网红变现的最明显一块 不只大公司看好 也越来越多个人创业者直接抢劲 根据国内两大直播系统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最新数据 光是直播电商透过社区平台直播的成交金额 一年就超过450亿元 规模相当于百分之十的台湾电商市场 麦克希预测更指出 2026全球直播电商将占据电商市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也带动了微商办公的市场 台湾微型商办的概念 源自于寸土寸金的日本东京 东京市中心商办大楼 多是沿着轨道经济开发 台湾同样掩饰 网购经济网红风潮的兴起 年轻族群网络创业一成风潮 以台中来看 七期就成了微商重点聚落 台中最精华的地方就在台中七期这里 雷有百户有办公空间 在一往这边都是动辄百平的办公空间 随着产业的发展 微商的心情越来越多 25到45平的灵活办公空间 诉求就是小资金也能够卖商办 台中七期不只是富人最爱的豪宅区 更是商办的一级战区 清一全球资产统计 台中办公室租赁 实价登陆资料 2023年上半年 台中办公室租赁交易就达到了 1911万元 超越了2022全年的 1830万交易规模 这个就跟我们在北京跟上海一样 它有一个叫做 叫做共享办公室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只要买一间小办公室 30几平 我可以享受这整个大型商办里面 里面所有的一切 类似这样的概念 不用你自己再去花空间去做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微型商办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那哪一些小型商办是最具吸引力的呢 专家点出了四大条件 包括了交通便利 租期弹性 多元性的服务整合 还有灵活运用的公室空间 虽是商办空间 但仍然有高空泳池可以享用 还有咖啡厅跟客户商谈的休息空间 尤其平均地权条理的修法 管住不管商 也让资产足将目光转往商办市场 尤其台中七期 集结了海、路、空、交通优势 将点燃、塞坡的商办战火 东森财经新闻 郑志伟委成委 又王伟廷 台北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